老板老板,我妈妈手术做成功了,感谢您借给我的那十万块钱 你说多少?十万? 是啊,十万啊 好,我知道了,你去让谷主管和李经理来一趟我办公室 好的老板 咱们公司的那个王梦,最近工作总是心不在焉的,是怎么回事啊? 啊,她母亲生病了,还挺严重的,听说她家庭还特别困呢,所以 这样啊 在这里有五万块钱,你帮我转交给她,让她拿去给她的母亲看病 另外呀,再多给她放几天假 好的,那总 谷主管忙着呢 怎么了,李经理 那个王梦是你们部门的吧 嗯,是的 那总知道她母亲生病了,没有墙治疗,这个呢,是给她的 嗯,知道了 好,就这样吧 哎呀 王梦 谷主管 你母亲的病怎么样了 嗯 嗯 这是那总让我转交给你的,快拿去给你母亲治病吧 谢谢那总 谢谢谷主管 另外多给你放了几天假,快去吧 谢谢 嗯 嗯 娜总 王梦 其实给你母亲看病的钱,不光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还有李经理 谷主管 以及公司其他的同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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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万 变十万 真的让我很高兴啊 公司能有像你们这样优秀 善良 又有爱心的员工 这是公司的福气呀 这好人总不能让你那总一个人当吧 谢谢那总 谢谢大家 这钱我一定会还给你们的 这钱呀 不用你着急还 等你母亲病好了 你回来好好工作就行 是啊 王梦 这是我们大家的一片心意 作为同事 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是啊 李主管 说的非常对 咱们公司 这个月的业绩 非常不错 所以 我做了个决定 大家奖金 加倍 好 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星期在这聊天 赶紧还钱 还钱 我也没说不还钱呢 我们在这里不是替你们想办法的吗 这事跟我可没关系啊 我想走了 别动 欠你的八十万 我下周还 今天周五 还有三天 你看可以吗 下周不还钱 你这车 别想要了 今天 给足了一面子 别给脸 不要脸 娜姐 你还欠他们钱呢 你欠他们钱 就我们来干嘛 我们 都是多年的合作伙伴 你们看 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你也知道 我是个奇怪人 我那钱呀 都和老婆管着呢 大林 看在姐 多年帮你的份上 你能不能通融通融 郭总前两天 不是刚挣了一百多万吗 拿出来 给你姐顶顶 你是在和我说话吗 开什么玩笑 你怎么自己 不拿出来顶顶 咱们姐妹归姐妹 但是借钱 不可能 当初 你问我借钱的时候 我可是二话没说 就借了你一百万呢 你是你 我是我 我把钱看得比命都重要 这大家都知道的 那我们今天的项目 还有必要再谈吗 谈什么谈啊 还谈个毛线呢 你外面都欠债八十万了 车子都被人开走了 骑自行车谈呢 我走了 那姐 不是我笑话你 你说你在外边 混这么多年 就混这个屌呀 那钱 自己想办法绑吧 走了 拜拜 走吧 走吧 我知道你没钱 我不怪你 娜总 这些年 您也帮了我不少忙 虽然我没有他们有钱 但是这些年 我攒了三十万 这个钱 你拿着 多少人 你不是没车了吗 我这儿呢 有个小破车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就先开着 至于钱 如果还不够的话 我老家 有一套房子 够了 够了 你们都进来吧 姐 恭喜你 通过考验了 不错 不错 可能 我今天做的 有些不太合适 但是我代表大家 表个态 新公司 交给小白 大家没有意见吧 没有 别闹了那种 做业务 谈生意 我都不会 怎么带领大家呀 做生意不会 咱可以学 会做人就行了 我们大家都没想到 你会留下来 白姐 看见没有 这是纳总 奖励你的新车 不不不 我有车 你的车 不是在我这儿吗 给你 你就拿着 白姐 给你 你就拿着吧 恭喜恭喜 朋友有很多 真的假的 能成为兄弟的人 又有几个 从不说感谢 心里 儿媳妇啊 我大女儿和大女婿 马上就回来了 赶快把你们的房间 收拾一下 让他们住 他们来就来呗 收拾我们房间干嘛 说你笨 你还真是笨 收拾房间 就是让你姐 跟你姐夫住呗 你姐嫁人以后 他一直是睡的 那个西梦寺床 以前那个床 他肯定睡不惯 妈 哪有客人 睡主卧的道理 再说了 姐夫一个大男人 睡我的床 有点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姐夫那么有身份的人 从小娇生惯养 难道让他睡 那个硬板床 他们睡你的床 是看得起你们 你们还嫌东嫌西的 那也不能反客为主啊 我的傻儿子 你姐夫那么有钱 只要你把他伺候好了 他能亏待你 他不就是有点钱 有钱就连规矩都不要了吗 这是我家 不是他家 你这孩子 这么不听话呢 早晨让你买的烤羊腿 买了没 没没 你这孩子 怎么回事 我们家什么条件 还吃烤羊腿 你知道那烤羊腿 多少钱一只吗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你姐夫那么有钱的人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他点名要吃的烤羊腿 他来了以后 一看你没买 他怎么能看得起 你这个小舅子呢 那东西一只要七八百 那可是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费 买完了 我们喝西北风啊 能不能不要大中脸冲胖子 我怎么说你好呢 一点格局都没有 他们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他们能亏待了你 说不定呀 给你们还买了不少的好东西 妈 我们回来了 我大酒儿回来了 来来来 快到屋里坐 宝贝 你穿这么少冷不冷呀 妈 没事 您也知道我从小就怕热 这天太热了 姐夫 你能不能把垃圾扔在垃圾桶里 垃圾桶就在你旁边 弟妹 这地上本来就脏 你要扫的话 等我吃完 你在一起扫 我这才刚扫完 我女婿说的对 农村这个地有什么好扫的 赶紧做饭去 妈我想吃烤羊腿 你买了没有 没买 都怪你弟弟 早晨起的完了 都卖完了 明天给你买什么 算了 家里粗茶淡饭 我们吃不习惯 我们今晚就回去了 闺女 你不是最爱吃灰酸菜 妈现在就给你做 吃什么灰酸菜呀 在我们家 都是给保姆吃的 妈 您猜我肚子里有什么 啊 我要当外婆了吗 嗯 妈 你没在笑什么 儿子 你姐要当妈了 啊 真的呀 当然是真的 别光顾着高兴呀 孩子的见面礼 你得意思一下呀 对对对 我一定要给我的大外孙 包个大红包 弟弟 你这本来就不宽语 稍微意思一下就行了 这是大喜事 我这当舅舅的 当然也得包个大红包 闺女快拿着 谢谢妈 妈 怎么才两千块钱 这也太少了吧 两千块钱 打发要饭的也不够 给 拿回去放好 这是干嘛 你看他们 来看吗 两手空空就来了 一降的钱 却喜笑一样开 给他们包了两千还行 算了 等他们小孩生的再说 避免吃亏上当 你们的心意呢 我们家的条件就这样 包少了 实在拿不出手 干脆呀 等外甥生下来 我们再补上 我早跟你说了 不让你回来 两千块钱 连路费都不够 这红包 是妈给外甥的心意 跟你们来回的路费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弟弟 你可真给姐长脸呀 你姐夫那边的亲戚 至少包一万 我早跟你说过 别跟这帮穷亲戚联系 你就是不听 穷是有原因的 长期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只会降级我们的生活品质 你给我滚 你以为我愿意来 你那么穷地方呀 走就走 你妈 妈 这就是你跟我们 找的好姐夫啊 目中无人 目无尊长的搬眼了 我也是为你们好 想着你姐夫一高兴 随便拿出来一点 你们的车子房子就都有了 谁知道是个假富贵 可惜我那两千块钱 我怎么生了个 这么没良心的个东西 妈 所谓富贵富贵 不是说你有多少钱 不贪图别人的 则为富 不低三下四 则为贵 车子房子的事 我们还年轻 我相信总有一天 我们会挣到属于 我们自己的财富 拿我 爱我 我把你剩下的灵魂 我把你剩下的灵魂